封愛左事件持續延銷 崔佩儀的兒子被刻意因為發文說 我不會成為第二個他 意外登上新聞版面 崔佩儀還為兒子的破文出面道歉 很多人覺得我跟迪英都很 就是都是老來得子 很窮小孩子 就畫上等號覺得說 因為從小還小心 其實大家都是好心 希望提醒我 你看 就是一個接近 崔佩儀是崔佩儀很寵兒子 十一住行對話館 他也一定會陪著貝克宇驗書 吃 你吃肉 好飽啊 哇你拿起來吃 就是狗 我要出去抓寶可夢 對呀 可是你今天答應我的 答應什麼 要備國語啊 噢 每個月他也砸好幾萬塊 讓貝克宇學各項才藝 才藝的課程怎麼按 2點到4點一加強 還有後面還要學小提琴 也是一個小提琴 禮拜四在學 吉他 做我跟吉他 崔佩儀的教育方式極為嚴格 貝克宇就從上節目說 或者是有時候脖子會有點歪 這樣子歪著看手機 我媽也會說 你脖子歪幹嘛 這樣你就出去脖子是歪的 還有一個我們會擔心 沒有辦法媽媽就你這麼一個寶貝 必須要盯緊一點啊 崔佩儀也培養兒子有正確的價值觀 因此每次上節目都會平分酬勞 他也兒子拿著筆錢去做善事 有次貝克宇真的把聯誼錢全捐給此上活動 不過貝克宇想跟孫安卓一樣出國念書 恐怕還得再等等囉 可以從現在休學去美國 你叫什麼法國話